欢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频道 这段影片是Allcon分析的第11集 咦小火子也不是吧 那么快11集 之前好像说过 Mercedes 还是Atlas 也有9集和第8集 中间skip了两个 今天都做了两个资料首集 但这个比较急一点点 也比较创新一点 比较吸引到我的眼球 所以就先做 那边币也不差 也是一个射击game 这两只都吸引到我 但是都未至于很吸引到我 立即要说了 立即要买了 相反另一只 就更加吸引到我的眼球 就是这只 我都在做的了 Game币 可能迟些再和大家分享了 都花了很多时间的心机去研究 究竟Game币是否有前途 今集也都说了一只Mubi币 或者叫做Multi Bit的一个币 这个币都对我来说 都是十分之吸引的 即是它的序史 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说 有些朋友就说 哇 经常买垃圾币 有没有人买的 是呀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未必真的赚到钱的 这些币 即这间公司背后 是否赚到钱呢 就其次了 最重要是这个概念够不够新 故事够不够吸引 还有够不够多人玩 那一路玩下去 这个Bitcoin 或者这个东西 都发觉 背后那个公司运作 或者是赚钱模式 都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一个人炒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音乐以游戏的 希望自己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 现在是Bitcoin牛市 即是说 有Bitcoin保护罩罩罩着你 你暂时玩什么都不会归零住的 但是 还有两年可以玩这一样东西 早点研究 早点入 等迟些人接受 就做你下手的韭菜 这个游戏始终是这样玩 所以越早玩得越好 还有多接触新的项目 始终旧的项目 旧的序市 已经被人识穿了 要玩新的东西才有机会 可以赚到别人的钱 就去到今集囊了 都是旧有的计划 第一部分说一下这个币做些什么 第二至八个部分 会是会员部分 说一下 这个币是什么地方强弱的地方 可以升多少倍 有什么活动 哪里买 最重要是哪里买是重要的 因为买错了也很麻烦 有些币在不同链上 有不同的利益 就是差价很远 还有没有用 可以叫做 因为原来那个币可以收息 你放在不同链 就废了 还有什么时候去交易所买呢 去到先讲了 策略方面 现在都偏贵 到时再详细讲 平分这只币值多少分 会员的部分 等等 这个待会再讲 马上看看这个币 对了 去回这个 Combanket Cap 这个币是新币来的 新币是一个非常大的 摄像是那句 新故事 好听就是新概念 新技术和新的资金 不好听就是新的 新的坤人手法 都是那句 你起码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风险大 还有赌博性的伤度很高 大家注意风险 这个币就是11月上市 好像再前些是做这个ideal 我没记得好像5月上 即是开始这个project 都很极之新的 还有开始的时候0.006 现在0.07 都升了10倍了 究竟是否要追入 还是怎样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币做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币就是 看到BRC20币很火热的嘛 大家有用过这个uniset 这个 在上面买这个ORDI币 今天升到很紧要 升到50元 大家都知道这个币 今年年头 中间起起跌跌 给大家看了 大家知道 是一个超级烈的币 波动性是极之高的 最低跌过3元 最高现在是50多60元 马上看了 这个币超过夸张 这个币都是说一些名文 还有它的序市是十分之新穎的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VC 没有大台 一开始面圆的人 就平均分配 亦都是说 可能会迟些 有更加多的project 在上面上的 所以这个暂时都 开始出这条币的时候 都是觉得很无聊 不知道做什么 买完就算了 我才买了一部分 都放了10元 放了很多 现在都有点少少扔 没说粗话 差点讲了 总之很火热的 即是简单来说 如果你有买这个币 如果你又 觉得又不想卖住 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可能放在那里 或者有些人做refinancing 即是简单可以抵押了 可以转成USDT 再做其他投资等等 即是给了一些利息 现在暂时做不到的 但如果有了一条链 做这个crutch chain的过程 就可能去到一些叫做 不同的地方做抵押的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finance的手法 把这些order币 brc20币进行一个跨链 再进行一个叫做refinancing 但refinancing 暂时给到 起码知道跨链 这个币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跨链的平台 就是这样 这个原理十分之简单 即是你某个币在bitcoin的链 然后想转去以太坊 他的计划是这样 当中他就赚手续费 现在也都说这个币 或者这个ORDI币就很火烟 想转去其他地方 我马上看看官网 简单来说 先说币的分布 有setting point 6千万甚至6千百万 都是一个相对小的市值 亦都说币出光了 你看看 这个是一个大的setting point 一会再说 另外持有人数也不是十分之多 五千个人 这里看看 五千个人 holder方面其实都平均分布 都看一下 对了 这个是staking 所以他的交易所 这个币其实都很平均分布 uniswap 都在所有交易的地方 为什么经常都说holder重要呢 因为holder越多 相对上 那个持货力就越大 因为那个币平均分布 又或者问回你 如果你一个户口很多钱 你当然升了就赚一点 放货的机会更大一点 亦都团队的币也不多 最主要是staking那里 所以这里都相对是一个好的资讯来的 简单的币都出光了 也都holders都相对 其实五千个多还是少呢 其实你看看其他币 其实不要看少PP币 PP币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分布的一个币 所以那些人有得炒的地方 就是因为大户就相对上没有那么多 或者那个地址分布多些的话 被人大幅放货 就是可能一个人可以好好地地址 但是理论上来说可以 相对上是多些人持有的嘛 有没有多少?15万的?超过夸张的 在一些memecoin来说 或者一些币来说相对多 五千个都是算少的了 那我们立刻看看那个 咦? 不要说说PP币 那我们看那个官网 官网 这个就是官网 官网做得挺好的 很简单易明 multi bit bridge 第一个就是两面的链 包括将你的BRC20币 偷转到ERC20币 那它那个讲解释也十分清晰 最重要是这些平台 最重要是它那个安全性会被人偷钱 甚至会被老板偷钱 那它这里也做了一些audit 简单来说 你就将你的BRC20币 传到某个地址 当然是bcoin的地址 接着那个地址收到之后 就在这个ERC20的链上 即假设在那个以太坊链上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币 叫做audit币 接着 好像一个 即产生了币之后 那些亦都可以可能将会在这个 uniswap做到一个叫做liquidative pool的东西 亦都可以进行交易 即是释放到那个 有些人说 小伙子应该在链上不行 所以应该转来转去呢 非常之简单 你在以太坊上面可能 或者这些这样的 audit币就可以做swap 但其实小币做不到swap 你知不知 很多币未必做到swap 可能要转到另一个地方 甚至乎我转做BMB链 它那个叫做gas费更便宜 我转的时候也等得快些 那这里暂时就是这样 那这里不多说了 总之我给一个 BLC20的audit币 放到一个叫wallet那里 接着在这个ERC20的地方 就铸造这个新的币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大致上就是这样 亦都看到它的网设计得挺好的 Bridge那里做得挺是正 那我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见到都是不差的 大致上都很多人在用的 还有呢 一旦会讲讲究竟这个Bridge的市场 那个市值大不大 还有那个交投量大不大 那些人都很贪方便 我以前都觉得Bridge有什么用 我就去那个币安 再拿回币安出来 但一来一回可能要 一来要时间 二来要 价钱是比较便宜 三来就安全性 经过这个中央化的平台 各有各的好处了 那就不多说了 总之在这里选一条链 然后去这个以太坊 然后就选回这个阿典币 接着就拼回你的户口 那就差不多了 亦都在讲 它这里都有个成交的等等 等等 我就没用过的 大家有兴趣自己用 我没用过 都是那句 用什么都有风险的 等等先 这个币的介绍都大致上差不多了 简单说就是一个跨链的新 简单说一说 这个币也是一个龙头 暂时未有相类似的平台和链 而Twitter上面也都不多人知道的 现在暂时都有万四人去讲 但它一直都持续更新的 不同的功能 我亦都看好这个平台 都是那句 因为链文映始终很新的 很多人都不知发生什么事 它已经做了一个叫bridge的东西 我相信可以释放到 BLC20那些币的资金能力 亦都搜索过了 BLC20的bridge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简单的 只有这个平台在做 也叫做龙头 Telegram也暂时有五千多人在上面 这个文章不多讲了 总之刚才的东西大概都讲完了 最主要就是在下面 这里有个S值 六千万算多还是少呢 我们去到最后的部分再讲了 其实这个技术就不新奇的 就是它打包它ERC20币 但是链文是比较少一点的 另外就是 最近那个Bitcoin减半呢 或者这个Bitcoin ETF 再加上这个减息 让Bitcoin的价格有所飞升 连带动链文也有所飞升 因为链文相对上 市值来说 一粒数一样 二千一百万粒 但是它现在Bitcoin在做三 一四万 即是现在它做了几十元一粒 那粒数相同的话 其实可能去到一百元才是一个合理值的 另外就是 简单来说便宜价版Bitcoin 如果有些人这样想 大致上就是这样 多个句 玩到这些Bitcoin或者这些铭文 都相对大风险 和波幅很大 所以大家注意风险 下部份再讲这些币的强弱价格预估 小活动哪里买和策略和评分 如果想大家支持小火子 想多看点点 欢迎大家四五一日订阅 也会越来越来越多人参 我看到它买越多人参 价格方面可能会提升 还有加上一样东西 给大家试试看 不同的币有不同的分析 评分 都是个纯国人的意见不在乎投资件 也有很多资讯和大家分享的 包括是Game币的研究 Sharp币 边币 离场建议 也有些内容在制作中 欢迎大家订阅 下部影片再见 Bye